在电竞直播群中说起周二科,相信90%的小伙伴们都不陌生吧? 要是按主播资历来说,当下很多知名美女游戏娱乐主播,都得称她为老师呢。 当初,在斗鱼直播平台,周二科与冯琴默,陈一芳和大表姐,共同被粉丝称为斗鱼F4,也正是他们,开创了游戏娱乐主播这一直播风格。 周二科凭借一曲翻唱的《走在冷风中》,征服了大批观众,微博的粉丝突破200万。 后来翻唱周杰伦的歌曲《告白气球》,网易云音乐点击量超过866万。 这成绩在国内娱乐主播里可以说浅目古人,后来这应该距离也很远呢。 从斗鱼出走后,周二科先约了《熊猫香蕉计划》,据说当时平台是花了两亿来打造二科的,他自己也将工作重心更多的花在了迈入娱乐圈上,后来演示出了自己的歌曲。 但是作为曾经的直播一节,这样的成绩肯定不能让他满意,尤其是冯提莫,曾经的竞盯着昏的风生水起。 接二连三的登上快板,天天下上的热门综艺,名气和热度,都远远把他甩在了后面。 所以今年三月份,周二科正式回归斗鱼,就在刚传出他要回归斗鱼直播的时候,无数的网友迫不及待巧手以判的守候。 在周二科的直播间,开播放天,人气最高值值达上千万,低风值也维持在八百万,据不完全统计,不到三小时,收到了将近四十万的礼物。 可以说,这人气真的是全网都不可比及的了,就,在周二科八百万人气高调回归斗鱼的同时,一些网友也开始为冯提莫担心了,乌鲁天风云夜雨,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快进门世界爆出,使冯提莫处于风口浪尖,人气以及人设不断下滑,今段时间,寒露面解释退款问题,却又把责任推给斗鱼, 可以说冯提莫将来的直播之路,将会变得异常坎坷了,作为目前公认的斗鱼一姐,却跟斗鱼闹翻,那么下一个能够继承他一介宝座的会是谁呢? 最有可能的就是曾经和他相提并论的周二科了,而且近日周二科也的确是如破竹,像冯提莫,斗德尔等一样,走向了大萤幕,首先也被邀请到了快乐大本营,和其他网红见过。 光丝不同,他本人的颜值出奇的没有广调,和网络上的他非常像,虽然只出场了几分钟,唱了一首告白气球,唱功却很不错,最起码比斗鱼的才艺好多了。 其次竟然代言了大品牌,要知道直播平台的人气主播代言活动非常普遍,但是代言品牌为主播量身定制,这就是顶级主播的待遇了。 前几天,国际知名大品牌红星二科,公布了新的代言人,就是斗鱼主播周二科,虽然周二科从熊猫回归斗鱼之后,人气和之前混斗鱼时还没法比,但是作为一枚资深老主播,积累的死忠粉,可是现在起来的新人远远不能比拟的。 尤其现在冯提莫跟斗鱼之间,出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,看来斗鱼一解非他莫属了。 不过,人红是非多,老祖宗留下的话,真的句句都是真理,很快,周二科的黑历史被扒出不少,女主播小虎阳更是说他前后约讨没吃饭,劈腿中风,勾到大大强,而且据说他在大学期间还和多名男生暧昧不清, 甚至为男生打过胎,传言有鼻子有眼,堕胎女神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,不得不说,网友的嘴是真毒啊,甚至还被传,与王思聪关系不一般,因为他先的经纪公司相交计划就是王思聪的,因而有了王思聪两亿重金捧周二科的传闻。 不过关于王公子的绯闻也是真真假假,从来没有停止过,前一阵嗨传言,他追求腾讯千金马曼林了。 大家正为这种商界的强强联合嗨皮的时候,腾讯爸爸亲自下场澄清,希望商业上的竞争也有底线,一定要追查到底。 传言只是传言,毕竟造谣权平一张嘴,成本这么低,可不想说什么说什么啊,言归征传,说回周二科,其实从形象上来说,他和冯提莫属于一类,都是小清心犯二,人美歌田,并且本人足够努力,每一个靠自己努力的人都值得尊重,祝福二科越来越好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